好 回到新聞現場來看到今天早上很高興可以請到國民黨全國青年黨代表李明璇 明璇早安 哈囉 大家早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來跟明璇請教一下就是關於這個高雄城中城大火的這場悲劇 當時造成了有46個人罹難 那麼昨天呢是舉行了這個聯合攻擊 所以我們總統蔡英文也在這個高雄市長陳其邁的陪同之下 進入了臨堂來這個向家屬表示致意 不過很令人訝異的是這個蔡英文呢 比前一次到現場來致哀的停留5分鐘的時間更短 搭算了一下大概只有短短2分鐘就快閃了 那請教明璇你有什麼樣的看法 他昨天早上是突然間人就到的情況 看我們現在這個畫面嘛 結果他人到的時候其實他就是直接 非常快步的走進去攻擊裡面 那當然陳其邁市長在旁邊陪同 那在場的媒體們他們都想說 先進去裡面 先上香 先鞠躬 那沒有想到 就一直以為說他出來之後 應該還會有個機會可以受訪吧 結果他整整出來到他上次真的不到 大概才真的不到兩分鐘左右 然後完全沒有讓媒體可以有 採訪他的機會 我就在想說到底是什麼樣的行程 比公計還要來的更重要 你們還記得 在 頭七的那一天 在頭七的那一天 我覺得陳其邁他們很誇張是 連續7天了沒有任何一個政務官 為這件事情負責 然後包含陳其邁市長他自己呢 一直說他要負責他不會迴避他的責任 但是問題是他一直都是跳針講這句話 他也沒有說出 應該要為這件事情該怎麼樣負責 但是我相信這件事情民進黨一直都知道 都是他們 民進黨長期在高雄執政的關係 所以很多時候 我認識的蔡英文啊 他都是一個 不會去打逆風球的人 他很會打順風球 不然他的幕僚也是一樣 所以 公計那一天 你們還記得之前 好幾次的公計的現場 只要有民眾跟 蔡總統陳情的時候 那一些畫面很真實的 呈現在觀眾朋友的面前 對他其實是一個傷害 這一次的公計呢 我相信他的幕僚也告訴他說 先不要有這樣子的畫片出現 像他之前已經有下來過一次 就是慰問陳忠誠的家屬啊 他跟陳欣賣一起到 醫院裡面去探視 然後結果呢很奇妙的是 家屬跟蔡總統的對話 畫面全部都被消音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除了我剛剛講說 到底有哪一個行程 比陳忠誠的事情還要來的更重要 蔡總統沒有做這個回答 然後最近呢非常紅的 AI的換臉 蔡總統也是身為女性 也是受害者質疑 但是他面對這個事情的時候呢 立刻就下令說要修法 還立刻就發臉書 但是陳忠誠這麼嚴重的災難 這些都是我們的同胞 而且他們這一周當中 所有的態度啊都是 推卸責任 不斷的講說哦 因為在民國90年的時候 就已經修了法 所以陳忠誠他們從民國90年 商業的設施全面都已經廢製 但是民國100年的時候是 高雄市政府 他們自己就訂定了一個行政的規則 就告訴大家說 因為訂了這個規則 所以我們市政府就沒有責任跟義務 主動的去陳忠誠那裡 要去做公安跟消防檢查 就完完全全都是推卸責任 所以這整件事情我覺得很荒謬 是整個民進黨從黨 中央一直到地方 今天是什麼日子 1023是台中DA選區 陳柏惟的大日子 他們整整這一個多禮拜 其實忙的都是這些東西啊 禮拜五的時候是公祭 公祭的早上就在昨天早上 除了 蔡英文總統和人到現場 逮捕了兩分鐘以外就離開以外 早上的時候六點半吧 民進黨的主委趙天霖 他還在鳳山送車 送誰 有一批人呢 他是高雄的民眾包車 要前往台中去 然後他還在挺 3Q陳柏惟 這是昨天公祭的早上 所發生的事情 一個是民進黨的高雄市黨部主委 心在放在哪裡 然後還有我們的蔡總統 這一段時間 對於陳中城的事件 要嘛就是神隱 然後不讓媒體有過多的採訪 所以我覺得 民進黨在這件事情來講 我真的覺得非常的過分 而且 但我覺得最沒有辦法接受的是 陳青邁市府 然後 以及過去 民進黨長期執政的 有謝長廷到城區的團隊 他們從來都沒有想說 要要積極介入像這樣子 呃成功成這樣子的社區 在高雄有非常多 那發生這樣子的事情的時候 他們就只會消極的講說 啊我們就是依法行政 然後 呃沒有法可以管 用這樣子的話 來對這一次非常嚴重的事故 變成他們自己的一種 藉口 所以我覺得 這個事情讓我是真的覺得非常的生氣 而且發生城中城那個事情的時候 你們大家還記得 呃 陳青邁市長他不是還 呃特別的 把他其中一個影片下架嗎 那個影片就是 他曾經上了 謝志偉主持的一個節目 然後那個節目他不是跟大家講說 呃 欸 胡志祥市長 當時在他任內的時候發生的那個 呃大火 他要死幾個人才願意負責 然後結果那一支影片 在短短的時間內就立刻就下架 而且很有趣的是我還抓到 當時在 維基百科裡面 我就去查當時謝志偉主持那個節目 主持的名單當中 謝志偉就完全就被除名掉 全部都是 消失那一期 然後 我覺得民間黨的態度就是 我不知道是做賊心虛還是說 這就是他們面對這種災難的時候的 第一個處事的態度 就是未未說說 然後他們不擅長抗責任 就很擅長謝責跟 面積 所以看到昨天蔡英文總統這樣子的態度 會覺得他到底把 人民放在哪裡 他到底把高雄人放在哪裡 46條人民換來的是什麼 換來的是總統只有 兩分鐘到現場 然後陳金麥市府 從事發到現在一直都在推卸責任 而且就我所知 有非常多還在醫院裡面 救治的傷患 他們有很多的故事沒有辦法被傳達出來 因為市府就是有下令說 因為我這邊有收到很多 在潛中城的居民 他們人還在醫院的 然後他們家屬在裡面 然後他們有一些想要澄清的一些故事 都被志工擋下來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現在有很多高雄市政府的社會局志工 都待在每一個患者的身邊 所以他們 就是有很多的那些 人士跟很多高雄市 國民黨的民代有講說 如果 他們有一些狀況想要跟他們講 需要想像對外發生的話 其實他們都覺得被這些志工所監視 那這些志工就非常不希望說 有國民黨的民代接觸到這一些傷患 然後或者是他們的家屬 我覺得這件事讓我覺得也很誇張的 而且 他們他們那個時候 因為我昨天在我自己的節目上面 有邱宇軒一人來到我的節目 然後 邱宇軒一人就有跟我講說 就有裡面的住戶的家屬 他現在家人還在醫院當中 然後跟他講說呢 他們很希望 可以 有一些外界的幫助 但是問題是感覺好像被這些志工們所監視 這是他們覺得很誇張的 因為他覺得說 為什麼 他們常常覺得就是 市府的第一時間 都是要叫他們好好休息 然後包含 像在 靈堂那個地方 像 國民黨的 就是像馬總統真的有去過嗎 那他們 到了現場之後 有藍營的民代陪伴他們 但結果 都會有志工黨在前面 跟他們講說就是 你不要去打擾家屬 好 另外一個話題要先來看到這個 我們要先請民選在線上等一下 因為來看到我們這個圖上 國民黨另外江啟成呢 昨天是質詢行政院長蘇貞昌 當時呢這個 江啟成是指出說 中央政府明年度的總預算呢 一共是編列了有18.6億元的這個 媒體政策以及業務宣導經費 但是呢 他質疑說 這可能只是賬面上的一個數字 大內宣的經費呢 可能藏在高達553億的 各個單位的營業啦 非營業基金行銷的費用裡頭 成為政府金庫 好對此 蘇貞昌有回應說不是那麼簡單 預算經費呢動用動之使用 都受到立法院的監督 之後也還有這個審計部的決算 不過江啟成呢 是先詢問蘇貞昌 對於這個政府裡頭 有一大堆的大內宣經費 是否同意置入信行銷 及買新聞的行為呢 好 蘇貞昌昨天是回應說不會 江啟成進一步的指出說 今年呢 編列了18.6億元的這個 媒體政策 還有業務及這個宣傳經費呢 只是賬面上數字 審計部呢 去年決算就點出說 有很多機關 廣告沒有揭露 讓大家不知道呢 到底是看新聞 還是在看廣告呢 嚴重違法預算法的規定 主記長朱澤民則是表示說 這個預算法修正之後呢 今年6月是已經發函 給各個單位告知了 好 那麼現在呢 要來請教明選 昨天針對這個江啟成 江委員他質疑說 這個大內生的預算 不只媒體政策 還有這個 業務宣導經費18.6億 很多單位的這個大金庫 小金庫藏在基金裡頭 就像這個觀光發展基金的 行銷推廣費 竟然也高達了25億7千多萬 如果把這個營業基金行銷費用啦 還有非營業基金行銷業務費用 加起來合計是高達了553億 是不是政府愛怎麼用就怎麼用呢 然後請教明選 你怎麼看 這不是已經早就已經這樣嗎 只是被江啟成委員拿出來講 你看他的媒體政策業務廣宣費 就18.6億 然後其他強在那種各種基金會裡面 如果沒有江委員這樣拿出來算的話 你就會發現說天啊 非營業的基金行銷及業務費用 這個就兩百多億 這樣全部加起來 總共是553億多 因為我自己也有在主持節目 然後我現在就發現說 就是除了政府時常做大內宣以外 其實這個綠色的政府還蠻會做 用金錢收買媒體的行為 怎麼說呢 因為現在是已經有數字 已經調出來說 明年這個總預算這樣全部加一下 總共有500多億 可是呢 實際上已經有很長期的一段時間 我就會發現說 我覺得媒體裡面 本來就有一些噤聲的新聞 就像我自己在我主持的節目 很多時候 因為我每天都是在講新聞跟時事 那可能有的時候 攻擊力道就會比較強烈一點點 但是就會平常會有一些 市府啊或者是 政府機關的這樣講好 政府機關他們的 這種 可以說他是用新聞來 包裝政令的宣導 然後也有是他們自己 來上專訪啊 然後想要推一些 他們自己 平常有在做什麼樣的事情 想要讓大家知道 但是因為你說節目電台 或者是電視台可能是因為有收了 這樣的費用 所以呢那整集當中 說實在話有些太敏感的東西 都沒有辦法扭 然後我覺得這樣 在這樣的環境裡面 其實還蠻容易的就會變成說 你知道很多時候就是 哎 收了錢 然後不好辦事嗎 還是怎麼樣 我不曉得 反正我覺得行政院 他在沒有明文禁止行銷跟業務費用 不能夠用在 政策宣導的時候 他其實就是很明顯的 把政府想要 對大眾洗腦 然後或者是想要把他自己 想要告訴大家說 簡單來講就是搭內選 然後包裝在裡面 所有的費用 你這樣加加 看起來就是 他是沒有違法 但是你知道他是非常非常不合理的 而且 每一個單位當中的這些基金啊 現在是這個政府他沒有辦法去交代說 他實際上把這些行銷的費用 放在哪一些地方 而且看到他們這樣子的對話啊 蘇貞昌他其實完完全全沒有去 給承諾說 哦 實際上這樣子的 費用不會這麼用 然後怎麼加起來553億耶 不好用嗎 然後結果他他只講說 哦 我不會 我不會用在 像剛剛江文獎的地方 然後但是呢 講這種話我不曉得 大家能不能夠接受 而且我們長期在這樣子的環境裡面 每一天都在看新聞 但是你就會發現說 哈 其實政府花了非常多的預算 都在搞這些東西 都在洗民眾的大腦 就會覺得 再這樣下去 我覺得明年的選舉 或者是2024的選舉 其實 對民進黨來講 他們平常就已經在花人民的納稅錢 然後洗大家的腦 但是其實很多人都不是 都 沒有任何的感覺 因為他就搶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那我會希望說 現在所有的立法委員呢 如果 針對這件事情 應該要好好的把每一筆的費用 然後逐筆的揭露出來 因為這是大家的人民納稅錢 本來就要公開透明 然後讓全部的人都來好好的解釋 好 今天非常感謝明璇 接受我們的訪問 謝謝明璇 不要進入現場 繼續來看到這個高雄城中城的 大火是造成了46人不幸罹難 昨天是舉行了聯合公祭 還有這個家祭的 家祭跟公祭的告別式 總統蔡英文呢 他也在昨天抵達了現場 在高雄市長 陳其邁的陪同之下呢 進入了臨堂 向罹難者來道歉 而且呢 向家屬來致哀 不過呢 蔡英文 兩分鐘之後呢 就快閃離開 台北市議員羅志強就認為說呢 這代表蔡英文進步了 從過去的今天公祭 明天旺季升級為這分鐘公祭 兩分鐘之後就旺季 好 他批評說呢 陳其邁七年前 因為高雄棄報案呢 批評時任經濟部的部長張家柱 不去投妻公祭是人嗎 那麼現在蘇貞昌就不是人的院長嗎 這個蔡政府內呢 也有許多官員也都不是人 意思就是說呢 這個有很多官員 其實昨天也沒有到這個現場 引發了爭議 無所謂music 致祥 詞諾 也大人 售 我是 道irk ี